今天是阿花塞的料理時間 今天是阿花塞的料理時間 掌聲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沒錯 我們還站在這邊 為什麼 明天我們也要週末啦 又可以休息啦 但先過一節啊 先逃過今天這個最後一關 我跟你講 世界都毀滅了 獨留你一個人 你也不好過啦 你就像我 就世界末日 最後一天你也要吃 最後一天你也要做 快快樂樂也是一天 痛苦也是一天 我其實也選擇是快樂的一天 我們要去想那麼多 對啊 如果真的要毀滅了 是的 沒錯啊 反正大家都不在了 一世獨留 獨立有什麼關係 是啊 在痛苦 在思念你的家人 心事都沒人說 對 沒錯 好朋友 對 沒錯 話說到這邊 活在當下 不是快快樂樂樂 尤其是看我們重播的節目的朋友 如果你再看到我們節目的時候 表示這個世界末日已經過去了 情緒已經過去了 那接下來就是週末了 是的 然後也有快樂的耶誕節 沒錯 耶誕節到啦 對啊 先是以歡樂的氣氛 然後也是希望大家這個週末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欸 是的 週末都會很愉快的 應該開一句話 我週末應該做什麼好料理啊 是啊 買什麼禮物啊 對 聖誕節到了 準備怎麼慶祝啊 對 給家人一個寶貝拜啊 是啊 蛤 英文而已 你聽不懂 寶貝拜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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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叫什麼 嚇死我了 我講得意啦 好 你們這些人真是知識成分就比較低了 給家人一個寶貝 非常好 下午也打算去買禮物 那我們現在先給他獻上一份好禮事 加太白粉水比較滑嫩 蛋液 蛋蝦人一定要用蛋 對 蛋汁啦 蛋汁要加水 對 加太白粉水 加太白粉水 這樣比較滑嫩 對 比較滑嫩 好 太白粉水在一起 不是太白粉和水 是 太白粉水 好 蛋液要加太白粉 沒有沒有 太白粉水加在蛋液裡面 這樣子才比較滑嫩 是的 喔 這樣我就了解 小時候我很喜歡吃那個 滑蛋蝦人會飯 對 上面都這樣一層嘛 會這樣滑嫩滑來滑去 那怎麼弄 原來是加了太白粉水了 因為增加蛋的粘稠度 還更滑嫩 好 先把我們的關鍵技術這樣做就對了 趕快來看準備哪些食材 來 我們準備食材有 米酒 魚板 香油 胡椒粉 蝦仁 四顆蛋 蔥 你還有魚板 你比魚板比較脆嫩 沒有啦 因為我們也要配一個性 不是太單調 喔 我們在做料理 第一個 視杰觀 視杰那個 看起來 那個還有生莓 這道菜 像他做的湯圓 對 是好像一個藝術品 是 每道菜 對 每道菜我都會把它當成是一個藝術品來做 讓我們好看 接下來 香氣 喔 味道又動 對 沒錯 先看到視杰把人家端來的時候 還沒吃 可是端到你面前 你已經又可以聞到香氣了 對對對 沒錯 人家你吃的時候 保足你的胃的滿足感 對啊 口腹的滿足感 沒錯 這個色香味真的都要講究到 沒錯 這一道簡單的一個蝦仁 滑蛋蝦仁 我們要注意到我們一個橙色的一個色 對 不然有的人也會切那個紅蘿蔔片 有 有紅蘿蔔 有紅蘿蔔絲啊 或人家那個青豆人 對 黑色的都可以 照你自己的一個喜好 對 好 那東西準備好請老師示範 好 來我們吃飯 怎麼樣 因為蝦仁跟蛋就紅紅黃黃嘛 對啦 很綠嘛 蔥都有 是 其他的配色看 對 對 我想說 欸 你 這樣 你真的是要靠嘴巴一直在講 都不給我幫忙 對 其他都不給我幫忙 這樣 我是怕 你是怕 破壞了大師你的節作 這樣啊沒有 你的藝術品 這 演技都 都快三年了 那個都應該自動自動的 對啦 因為今天 過了之後又多一年了 對啦 我們聖母也算雞做人一年了 對不對 我們李大叔少做我一年了 真的 你知道嗎 以前在古早的人在講 冬自的不要吃湯 不吃湯圓就堅持不要多一歲 是 好 那我將我的蔥花也放下去 魚板 一樣 一樣我會把它切成絲狀 不要太大片 唉唷 竟然還有土冰 拿去給它拍得累 好 也是把魚板切成絲 是的 一樣的放到蛋液裡 來 那我蝦子 蝦子我會比較 有沒有建議來 觀眾朋友媽媽 你可以注意看 我蝦子會這樣 把它背部畫刀 蝦子尾端 對 把它畫開 再看一下 就這樣很簡單 你刀子就放在 蝦子尾端 這樣往前滑動就可以了 但不切斷 對 沒錯 不要切斷 不要切斷 這樣 好像一般做蝦球也這樣 有人這樣吃 是的 對 這樣的蝦子 第一個它容易熟 第二個你在醃的時候也容易入味 對 朝出來會剪 形狀也很漂亮 會剪 才會蝦球 那樣 圓球圓形狀 打開來 對 這樣 就這樣有沒有 很簡單 你刀子有沒有 就要朝著這個尾巴 就這樣滑動 這樣 好 這樣稍微會 對 手也不會切到 就這樣 順著這樣 是 這樣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畫蝦子 背部就這樣畫 是不是很快 不會切到手 不會啊 又安全 這樣 好 好 好 我們切好了 是 這樣就可以了 是的 來 那我們蝦子一定要稍微醃過 好 你不醃過 那蝦子會沒有味道 來 那我們今天要準備一個 給我看 餐精子也可以 或那個抹布 乾淨的抹布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把蝦子先擦乾 因為蝦子是海產類 它裡面的含水量很飽滿 你在 這個水分你不擦乾它的話 它那個在醃的它不容易入味 好 先把多的水分擦去 是的 而且這樣炒出來的蝦仁也會比較脆 好 欸 水分變得比較少 對 它不會膽固固 對 然後也比較好吸附我們醃漬的一些量 是的 你再炒也不要不會爆 對 對 對啊 因為你煮下去擠乾了 你可以用像我用乾淨的布 或你可以用三斤子也可以 用三斤子也可以 好 好 就這樣切過 哇 它這個很乾淨 口感也多好吃 是 你可以看得到就比較乾了 是的 乾很多 來 那我們煙很簡單 你就是一點點的鹽巴 不用多 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少許鹽 對 因為它海產類本身就有鹹味 嗯 在海裡嘛 對對對 好 來 加點米酒 七點心 不要多 少許就好 來 香油 胡椒粉 胡椒粉 多少許 不用多 不用多 所以你不要說 可以啊 一定要多少 為什麼我會放這些東西 一鹽的滲透鴨 會讓食材的結構組織鬆軟出來 鬆軟出來 米酒 香油 胡椒粉 它是去腥提香 它可以讓蝦子的腥臭味可以減少 香油會讓它更香 對 再提香 好 那我這些弄好的同時 有沒有 我會加點太白粉 好 關鍵來囉 喔 太白粉 太白粉的作用是讓蝦子穿上一件保護膜 一件衣服 穿上一件保護膜 對對對 因為剛才醃的那東西才會 如果 果腹在那個 對 一層衣服 剛剛那些等於是它穿在這個皮膚外的一層 是 穿太白粉等於是外套 對 好 好 好 穿這樣 好不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那我們的關鍵來了 這時候才說我們關鍵 是 來 來 台北粉 好 不用太多 我這四顆蛋 四顆蛋叫一茶匙 一茶匙的那個 對 水跟它的比例一樣 混多少 台白粉 水多少 來 太白粉水 是的 然後再下去 水跟太白粉比例是一比 對 一樣等量 好 那我這裡面也是會調點味道 不然真的沒有味道 蝦子有味道 這還沒有味道 所以我就一點點鹽巴 好 蛋液沒有的 是的 好 胡椒粉 這樣 好 來 謝謝 來 這樣就可以把它打一打 好 OK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關鍵 對 關鍵在這裡 蛋液要加入太白粉水 水 這樣子會比較滑嫩 對 沒錯 你看你要加那個魚板 或你要加那個青豆仁 都隨便你 或甚至有人加洋菇也可以 是喔 對 菇類也可以加 對 隨便你 這樣把它太白粉水還有味道 有沒有 這樣打勻打散 OK 好 來 這時候我們就來做菜了 好 來 記得鍋子要先熱一下 先熱鍋 一定要像我這樣先熱鍋一下 好 老師那像這個的話 我們的食材全部都是放到蛋液裡面去 對 味道 調味料就味道 了解 為什麼 滑蛋 它不宜久炒 對不對 滑蛋它不能炒前手啊 對它又好像會滑動的感覺 對對對沒錯 半身熟 對半身熟的感覺 所以 所以你味道 你手腳 因為它速度蠻快的 速度 再炒的時候速度是蠻快的 是 蠻快的 它味道你還慢慢去擺 已經太熟了 所以把它先調好 對 但有的裡面放的食材 熟化的程度不一樣 放到裡面這樣是OK嗎 都一起放下去喔 沒有沒有 我下去像魚板是熟的喔 蔥花是熟的喔 可是我蝦仁要另外炒 是另外 對 你如果今天是生的食材 一定要炒熟 才能加 所以如果是蔬菜類啊 青豆啊 或紅蘿蔔那沒關係 對啊那沒關係啊 因為青菜你不用炒到前熟啊 六七五熟有沒有 它的營養素是更好 對 我先熱鍋 因為我要先把蝦仁 有沒有炒熟 是 所以油放的比較多一點 多比較多一點 這樣油 它的油一定要放稍微多一點點喔 好 來這樣熱鍋喔 我們蝦仁就下去 醃好的蝦仁放下去 對 因為你剛才蝦仁有擦過啊 你看不要不會爆 欸 是 你看 水變少了 對 平常在炒蝦仁是 啤啤.. 噢噢 然後再來也比較香 口感更脆 對 少了水分嘛 是的 啊因為蝦仁有像我家有沒有 背部畫過刀 第一個捲得比較漂亮 好像蝦球 再容易熟 快點鞋 對啊 比較透到裡面 對 你就不用放很多油去炸蝦仁 一般有沒有 蝦仁都會放很多油 去過油去炸 我們不用 我們就順便這些油有沒有 來 先把蝦仁炒香 炒熟 是 對不對 因為化開了嘛 對對對 人家在煮公園有時候要把它煎開 對 加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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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比較漂亮 是啊 像開花 對 蝦仁一樣的道理 對 你如果沒有像化這一刀的話 肯定在炒的時候 怕裡面還生的 你這樣就不用怕 因為他說是一隻等於一半而已 對 像蝴蝶刀嘛 這樣就好了 要放好起來 撈起來 對 剩下的油咧 我們就來炒蛋啦 對不對 而且油還有蝦子的香味 對 這蝦子就香噴噴的 好香噴噴 這樣吃就好吃了 這已經是清炒蝦仁了 好 再來 因為我們這個 滑蛋嘛 滑蛋嘛 你煎一點都要比較多 是 要去滑蛋 滑蛋只要鍋子有熱 油不要熱 這樣子喔 油不要熱 剛剛正要問老師咧 因為你先做了熱鍋的動作 但油放下去以後 蝦子你就下去 對對對 蛋也是一樣嘛 是是 有不用到熱 我現在是有加點那個 那個砂油下去 讓油的溫度降溫 OK 讓它加上降溫 不要太鍋熱的油去下蛋 不然炒了一下就熟 太熱太熟了 喔 會措手不及 是啦 沒錯 這樣放下去 喔 喔 喔 謝謝 我們的蛋汁放下去了 對 這樣 所以不用熱油耶 對 火也不用開得太大 這樣 順順的 慢慢這樣 這個鍋就好 不用熱 對對對 這樣差不多要熟了 來 切成兩要下去 是 不要說兩要 蝦仁跟蝦仁 蛋跟蛋 蝦仁上面也要裹附點蛋液 欸 喔 不知道想要這樣 才可以合在裡面 融微一體的感覺 對 這樣 完美 是的 喔 來 記得 這個蛋千萬千萬 你不要把它炒到十分熟 你一定要炒到有點那個有沒有 炒到八分熟 九分熟就可以了 這樣就許我了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好 因為這個是滑蛋喔 對 沒錯 蛋千萬不要炒到全熟 對對對 所以我蛋會先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蛋在鍋子有沒有 炒到完全是熟的時候有沒有 你現在把它纏起來的時候 它還有熱溫 餘溫有沒有 會讓蛋液還更 繼續再熟化 你繼續熟化 對對對 所以你一定要像我炒到 先關火 對 先關火 炒到八、九分熟 漂亮耶 對 八、九分熟 就這樣下去 剛才到那個有沒有 客人的面前或你家人的餐桌上有沒有 這蛋真的就 才正好 對 多好些 欸 而且就算到客人的面前的時候 也不要到全部全熟喔 對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是的 來 我們把這個收一下 對 收一下 我們今天的 滑蛋蝦仁耶 這樣我一定吃看看好不好 好來來來 因為小時候 常常在吃這一道 我剛剛說滑蛋 這個蝦仁會飯 對 我拿拼一下好不好 好好 你看我們剛才炒 蛋也要有益 給他看到一下 是這樣 好 了解 因為你剛才的八、九分熟的時候 有沒有 它現在慢慢有沒有 餘溫啊 會讓你的蛋汁繼續慢慢再熟化 是 吃起來剛好很綿很綿 真的 你看它這個是濕軟的感覺的蛋 對不對 對 不像一般乾的那種小蛋 對 所以這滑蛋的一個精髓 精髓在這裡 沒錯 為什麼它可以這樣 有沒有 剛好蛋液慢 因為我們家的太白溫水 對 我們的觀景 對 口感怎麼吃起來更綿 哇 滑溜 好像泰白溫一層保護膜 對 軟綿滑滑 對 泰溫水 就是這個口感 就跟一般吃蛋的時候不一樣 蝦仁是不是脆的 是 很甜 有沒有 那甜度有 我們吃一點點鹽 對 不是 可是鹹味自然就有了 自然就有 鹹香味也夠 沒錯 鹹香味都夠了 加上這個蛋很滑嫩的感覺 它跟蝦的一個口感 在接觸到你口腔的觸感是不一樣的 是 整個彈開出來 嗯 而且很彈牙 很彈牙齁 好的 又綿密 又有蝦仁又彈牙 又有脆彈牙 是不是 讚 好 很棒的這個我們的一個滑蛋蝦仁就這樣完成了 是的 再把關鍵重覆一次給大家好嗎 好 我們的關鍵就是有沒有 蛋汁加太白粉水才滑嫩 嗯 蛋汁要加太白粉水 其他的食材喔 就是除了蝦仁分開 其他的都放到那個蛋汁裡面 那蛋汁要加太白粉水 是的 沒錯 這樣才會滑嫩 那太白粉水 太白粉跟水的比例是1比1喔 對對對 只要放一樓四顆蛋 我只放一茶匙而已 嗯 一茶匙的太白粉 然後繼續在手畫 還繼續在手畫 對對對 不會感覺它是硬棒棒的蛋汁 好吃 對 好吃而且下飯 而且鹹香味都有了 然後又滑嫩 然後沙子又彈牙 是的 希望大家在家裡自己做做看 這個好吃的滑蛋蝦仁 是的 就這樣完成了 同時提醒大家齁 我們有很多的一個聖經系列的書籍 任期系列呢 我們出了十多冊 那但是我們現在的活動呢 是任選四本聖經系列 對 任選四本聖經系列 就一千塊錢 達到這個十二月三十一號為止齁 對 這個活動其實進行了一陣子 因為在最後的一個倒數時間了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喜歡我們聖經系列的朋友們 不要放棄了最後這幾天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但是都值得 四本一千塊 對 四本一千塊 任選 對 因為要跨年聖誕節 對 我們給大家的聖誕禮 對 沒錯 是 除了這個之外 我同時提醒大家齁 在我們的YTV網站之外呢 還有我們的一個另外一個兄弟網站 叫做YBIT網站 沒錯 我們的一個競標網站齁 沒看過我們競標網站的朋友們齁 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旁邊這個 我們旁邊這個banner bar 去點一下啦 沒錯 點那個小格的廣告頁 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YBIT 那個競標網站 裡面推薦很多的好商品齁 沒錯齁 希望大家可以比原價 比市場價格 還要優惠的價格 能夠買到啦 沒錯 它都是從我們這個市場價格的十分之一 開始起標的 那我來給大家推薦這個幾個商品齁 首先給大家推薦一個 品牌是法國特補 然後的一個不鏽鋼的小炒鍋 28公分寬的口徑齁 它是一個鋁合金的一個三明治的厚底齁 像這個的價格 市場價格是1180塊錢 現在我剛剛上網看的競標價才155塊 是的 不到200塊 你怎麼可能買到一個鍋子 沒錯 真的 我跟你講大家趕快加油齁競標 而且它這個不管是 它是 沒有塗層的一個 裡面的一個塗料 所以不會沾塵夠 不藏夠 不掉漆 不刮傷 而且不會怎麼樣 不會破裂 這個非常好 是不是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商品 是我們的一個不鏽鋼鍋 哦 是的 沒錯 過年嘛 全家團圓嘛 想煮好料理 一定要一個好鍋啊 是 再給大家介紹 除了這個好料理之外 這個廚房一定要不可少的 家裡也要的 就是垃圾桶 上次有說過 垃圾桶現在還有紅外線感應式的囉 是 是 你這個接近它齁 15到20公分的時候 它就會有感應了 然後打開來呢 打開之後5到6秒 它會自動關閉 自動關閉的齁 這個的市價的話900塊錢 現在的競標價才到150塊錢而已 是 那這都是人人家裡需要的 還有一個呢 是我們的上澎湯的一個 4公升大容量的一個 電動碰杯熱水瓶 這個熱水瓶就是 平常你要壓啦 熱回去出來 泡牛奶啦 還有泡麥片啦 泡什麼都可以需要到的一個熱水瓶 還有泡麵出外 泡麵 很好 尤其我都要到南部就要三天了 是 有時候晚上還自己泡麵 它提著也很方便 沒錯 而且這個其實它是一個雙擠水功能 除了電動的擠水 它用碰杯式的擠水 不用泡你的手 沒錯 也不用這樣壓 也都是很方便 兩個方法都可以擠水的一個 新式的一個上澎湯的一個熱水瓶 可以拆開上蓋 清除也比較方便 它裡面還有除濾再沸騰的效果 可是功能性的東西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更詳細 或者這個商品長什麼樣子 我剛剛說了 這個我們節目結束之後 十分鐘轉去我們的YB的姐妹網站去看一看 好不好 好 這給大家推薦了三樣今天的好商品 到了週末 不妨趁這個六日的時候可以競標一下 那當然再來回答網友的問題 沒錯 網友在問說 咦 鹹菜鴨湯啊 上次老師做的 對我鹹菜鴨湯我做了 可以炒過再用真的嗎 可以 你只要有沒有 鹹菜鴨湯 你把鹹菜稍微炒過 那鹹香氣會更提升出來 你可以有沒有 放在一樓 電鍋裡面 直接蒸 湯頭一樣很清澈 因為它的鹹香氣已經被你炒出來了 是 要有那個鹹香氣 對啦鹹香氣 其實上次老師煮完我還真的嘗了一碗 那個鹹菜香真的很棒 那個湯非常的棒 當然是可以炒過再蒸 可以 不用煮的可以 用蒸的可以 是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回答了網友的問題 那剛剛我們提到了今天又到了周末 對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周末的話 除了再希望大家假期愉快 這個剛剛我說的競標商品 很多人在問說 那你們這個幣的網站特點在哪 第一個我們的下標 完全是免費的 沒錯 標點這個是免費 那要怎麼樣得到這個標點呢 平常上網打卡1到5 每天得到20點 上網打卡 那六日 我特別要提醒大家 六日這個點數是更多的喔 每天上網打卡可以得到的點數是30點 禮拜六30點 禮拜天30點 三三 一個禮拜 如果你天天都上網打卡的話 就可以得到120點 對免費的喔 是我們現在平均得到這個 要標到一樣商品 大概40標左右 40點就差不多可以標到 沒錯沒錯 所以你得到120點 你大概可以得到三樣商品 對 好棒喔 是的 這個時候喔 可以讓大家更省錢 也等於是我們這個 相對的一個好禮要送給大家啦 讓你的荷包 能夠這個更賣客賣客啦 然後把錢都用在道口上 好 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是的 好這個是到週末的提醒大家 所以最後的時間呢 我們最後一段今天料理成功的鐵部 要教大家什麼 好 料理成功的撇步 如何蒸瓜子肉 喔 瓜子肉 過仔肉 這樣做對不對 對 很好吃 有的人做不到成功 是 要怎麼做成功 要怎麼把它割 看我們料理成功的撇步 是 好 廣告回來之後 教大家怎麼樣來蒸這個瓜子肉 是的